接焦點繼續來關心 霸道川普要重返白宮了 那麼美國的一些司法部人員就擔心 是歷史會不會慫眼 會不會遭遇到報復呢 川普在進行一場偵才行動 尋找下一任的美國司法部部長 這個職位被視為是華盛頓最具挑戰的職務 當然是因為川普曾解雇一位司法部長 跟另外一位還叫二 還曾經開除一位FBI的局長跟兩位 曾經參與調查川普的曼哈頓檢察官 共和黨副總統當選人范斯 他在10月就說過了 他說司法部長將會是本屆的政府當中 僅次於總統的重要人物 所以部長到底是誰 這個名單大家非常的關注 可能報復的名單包括了特別檢察長史密斯 當時他因為起訴川普干預2020大選 恐怕成為報復目標之一 另外這一位被點名的FBI的局長瑞一 他也因為調查機密文件處理案 引發川普的不滿 可能會在川普上任之前就主動請辭 而不是等待被算帳 當然有人走就會有人報到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大洗牌 川普最近公布移民即海關的執法局前代理局長霍曼 他出任邊境沙皇 那麼共和黨的聯邦眾議員史蒂芬尼克 則是出任了駐聯合國大使 兩個人其實都是川普政策長期的支持者 沒變點名的也沒有關係 獲得入閣的門票 現在的相關動作如火如荼的進行 大家都知道川普最近是在佛州的海湖俱樂部 密集的面試重要的內閣人選 商人出身的他當然用人就要特別重視到顏值 怎麼說呢就這項規定 有意入閣者得要準備數位大頭照還有電子履歷 通過視訊面試才有機會入閣 那顯然川普很重視顏值還有表達能力 也就是溝通力 所以到底是最後是誰會被任命呢 接下來要公布的恐怕有包括財經 還有國安人員 接下來都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當然川普2.0現在美國的聯邦政府上下 大家人心惶惶 傳出川普的第二任期 將恢復名為F計畫的行政命令 代表他有權大規模的解雇 無黨籍的聯邦工作人員 凡事不符合川普講求的忠誠度 恐怕都會被開除 尤其川普曾經放話 可能會將多達10萬個政府職位 牽住劃府 川普當初實禁秀的經典台詞 如今可能成為重返白宮後 美國聯邦公務員最怕聽到的一句話 緊張分為破表 因為川普競選時曾主張 將為吉尼亞馬里蘭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的 10萬個聯邦工作崗位搬離 更表示將恢復F計畫 讓他有權解雇無黨派工作人員 也就是取決於這些人是否對川普有足夠忠誠度 川普已經確定不讓蓬佩歐和海莉入閣 最新消息傳出將邀請紐約州眾議員斯特凡尼克 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而川普一上任 也讓外界擔心恐展開大規模清算 華爾街日報分析 川普第二任期外交軍事核心手段 將比過去更加強硬 指出川普除了不再親信習近平的話 還將展現美國軍事經濟實力 來應對正在擴大的多區域衝突 川普2.0緊張強勢回歸 不僅全美上下瑟瑟發抖 各國也繃緊神經 三零新聞新聞報導 好 所以川普2.0 看起來美中關係變化性就很高 這次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說川普呢 經過邀請要對中超強硬派作風的 這個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瓦爾茲 他要擔任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職務 瓦爾茲呢 有台抗中他的立場非常鮮明 他長期批評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挑釁擴張 要求美國政府要準備好因應 該區域可能爆發的衝突 他甚至也在2022年的10月 跟其他的三名的眾議員呢 來訪台 並在當時的總統府 獲得時任總統蔡英文的接見 共和黨抗中大將 眾議院高層史蒂芬尼克 川普親自邀請他 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40歲的史蒂芬尼克 是共和黨眾院第四號人物 黨內主要募款人 不只是川普支持者 還是智力深化台美友好的 眾院跨黨派組織 台灣連線成員 2020年 但他鋪及拜登政府對中國軟舊 當時更公開支持武裝台灣 致力力推反中法案 中國共和黨正在努力 以抗擊美國的優惠力 使美國人 要靠在不安靜的 中國共和黨的技術 則共和黨奪回參議院控制權後 下一步是選出新領袖 川普親信馬斯克率先表態 力挺同樣 身家最富有的 共和黨參議員史考特 揮舞著美國優先大旗 川普即將重回白宮 但選前他對於台積電的成見 包括偷走技術 要收保護費等言論 讓不少人擔憂 台灣前景受到影響 不過財新傳媒 董事長謝金河直言 美國英特爾市值 只剩台積電的一成 如果打破台積電 就只能眼睜睜看著中國再次偉大 臺灣企業雖然不用懷憂喪志 但也必須如履薄冰 畢竟川普喊出的美國進口商品加稅 半導體產品仍被視為劍拔之一 中藥廠商全部是歐美的廠商 而且尤其是先進製程那一塊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針對個別半導體去磕稅 應該是以它進口的區域 比如說中國大陸 業界分析由於晶片很少直接出口到美國 而是要交貨給下游的模組廠 而下游廠的成品就有可能成為磕稅目標 供應鏈若無法全部轉嫁成本 要不是想辦法自行吸收 就是在晶片採購時壓價 掀起廠商間的報價工房債 進口商一時之間很難找到 其他的替代的進口的一個部分 很可能狀況就是把銷售的商品的價格拉高 所以真正受傷者一定是美國自己的消費者 臺灣電子代工大廠鴻海廣達偽創合作 也持續衝刺美國布局強化產能 來確保在美國優先的局勢下 觸遍不禁 三立新聞 中文人 李嘉倩 台北報導 區議員 的確保在該周期間